我之前那是台中的補習班 他有宿舍 我就好像中油百貨附近 教主任來敲門 就怎麼還沒有 老師拿不來 後來那個教主任 好幾個禮拜都不跟我講 因為你知道我多拜託嗎 因為呢 我拿煙灰缸扎那個門之後 我繼續睡 然後後來是 驚醒 你知道嗎 我還弄一弄這樣子 然後我開門的時候我還講說 我還去跟那個教主任講 我說我覺得你這個 老師的宿舍 我們是女老師 你也是要注意一下我們的安全 既然有人砸煙灰缸在門口 躺得輕鬱了 對啊 我去那邊說 余老師那就是你講的 我聽到砰 我那個時候接call in的時候 其實很辛苦 因為我沒有做過call in節目 不就是 那是你現在這樣想 可是當年是 完全沒有call in節目 所以是從地下電台開始有call in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他call in進來的要講什麼 對 你懂嗎 所以我也有那種 我也有那種遇到那種call in進來的 然後他就說 余老師 你講的這個 實在是聽不下去 你也知道去三台 好 那你去 去三台 那我還有訪問來賓 這樣 結果那個來賓就很緊張 因為 一開放call in就這種 好 你猜我怎麼回答他 你怎麼回答他 我說這位 這位聽眾朋友 你的手指頭還在嗎 好 如果還在的話呢 請你用你的手指頭轉台 謝謝 哈哈哈哈 好 你的概念